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疫情在起 上海西安等地醫院爆滿 中國民眾搶購蘋果手機 新唐人全球華人選美大賽 加厲齊聚紐約 悉尼華人賀中秋 正要主流同歡 9月開學以來 中國各地疫情再度升溫 上海西安等地兒科醫院爆滿 不少成年人也被反覆感染多次 民眾質疑 官方又在掩蓋疫情 9月開學以來 上海發熱門診接診人數暴增 很多家長帶著小孩看病 據當地媒體報導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 9月13日上午開診2小時就有90多名兒童掛號 全部都是發燒症狀 單日就診人數高達900人 西安醫院也出現兒科門診爆滿的情況 據瞭解 很多染疫的兒童除了喉嚨痛 咳嗽之外 還有腹瀉 肚子痛 嘔吐等症狀 官方給出的說法是支援體感染 目前成年人感染病例也在暴增 官方媒體報導稱 多地出現集體咽喉嚴 網傳上海金山公共臨床中心 住院人員的陪同家屬 不做抗原檢查就不讓陪同 令人質疑上海的疫情是不是又開始了 上海市民披露 為了掩蓋疫情 現在官方和醫院都不說是中共病毒感染 換上不同的名稱 其實症狀都一樣 上海市民表示 雖然病毒毒性減弱 但是傳染性強 大部分人疏於防範 很容易被反覆感染 院裡面人多的 你感冒嚴重的多了 後遺症過的時間很長的 各種症狀 所以說 有一個人你原來在公園裡面照顧 坐在輪椅了 好像是少多了 四川省官方通報 8月份新冠病例1.8萬例 被質疑數據縮水 網傳視頻顯示 24日 四川有一家八口集體打掉針 都不知道是幾陽了 還有民眾質疑國產新冠疫苗的功效 稱沒打疫苗的反而免疫力變強 目前中共病毒疫情正持續在中國各地蔓延 浙江 陝西 揚州等地已發布防流感公告 正在舉辦亞運會的杭州也出現疫情 有網友表示 5月到上海出差揚了 9月到杭州出差又揚了 新唐人記者熊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蘋果iPhone 15系列手機 9月22日在中國大陸正式開賣 北京 上海等地的蘋果專賣店大排長龍 有民眾表示 購買蘋果手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安全性 22日早上7點 北京三里屯蘋果專賣店門口已經有20多位顧客排隊等待取貨 排在最前面的男子表示 他凌晨1點就到了 上海南京東路蘋果專賣店也是大排長龍 第一位顧客早上5點就到了 而開賣前一天晚上 杭州西湖蘋果專賣店門外有數十人在排隊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數據顯示 2023年上半年 蘋果在中國600美元以上的高檔手機市場 佔有率為67% 依然保持絕對領先地位 華為則為15.6% 尤其是上海的年輕人 大部分人都不傻 那蘋果那肯定是好用的 它雖然貴 但是它有貴的價值 華為手機都什麼配置呀 它包括一些懂手機的人都說 你華為手機賣的 那不是貴的一斤半點 貴的太多了 華為的芯票肯定是沒有品格的芯票好的 它本身都已經被限制了嘛 芯票肯定是經驗用出來的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的 我有個plus6 15年 14年買 我到現在還能用 你想想 八九年了嘛 所以它很難用 它不敢 還要穩定 除非這什麼呢 除非它那個現在 反正我是很清楚 我們都最比 比如說我們新滿新果 它就會比那個速度跟以前就是會比較慢 他們就是會搞這些偷雞摸果的事情 近期網上流傳 中共禁止政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 在工作中使用蘋果手機 隨後中共官方又予以否認 不過有民眾表示 前幾年就有這個要求了 大陸民眾表示 購買蘋果手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通信安全 對於它的安全 它的質量 還有它的通信安全 昨天看到一個信息 就是那個庫克是蘋果的CEO 他宣布一下 蘋果還是用它自己的加密接口 不同於使用中國工信部好像公布的一個什麼規定吧 現在青年人才比較有些 支持的這些人都很清楚 就是國產的這些東西都在對你用不著進行掀控 大家就是想著 我不讓你監控 那個心理上是很完整的 新唐人記者陳潔 李珊珊 明宇採訪報導 有本臺舉辦的首屆全球華人選美大賽 9月24號 在美國紐約州登場 入選加厲紛紛亮相 下面來看記者早前在現場的報導 經過全球的海選和面試 共有32位嘉莉入選 齊聚美國紐約 他們將在這裡經過一週的系列培訓和選拔 最終在國際的舞台上展現中華傳統女性之美 9月24號晚間在選手見面會上 入圍選手一一亮相 他們中有藝術家 醫生 工程師 代表了不同行業的優秀女性 為了共同的使命之美走到一起 我願意向他們展示他們 這是真的非常棒 這是一個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你能夠學習很多 從他們的文化 它真的增加了社會社會 是非常不同的 其他美景的美景 他們的美景很明顯 當然他們也很美 但我可以看到 他們很優秀 很優秀 他們也很優秀 我喜歡每個人 每個人都很優秀 我喜歡每個人都共同的任務 我們都在學習 我們都在學習 和改善自己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其他人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我們在其他人 我們在其他人 在其他人的美景 我們在其他人 在其他人的美景 在其他人的感恩 由神藝術品贊助的後冠 當晚也首次亮相 大賽還設立了多個 額外獎項 包括最佳美之使命獎 最上進小姐獎 友誼小姐獎等 比我想的要更深刻更深奧 雖然我身處美國 但是看到這個中國文化 就讓我感覺到很有共鳴 有很多美麗 在嘗試能夠改善自己 能夠改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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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件事 在社會上更多 所以我真的希望 在我的經驗 能夠改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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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首屆新唐人 全球華人 選美大賽 要求選手 由內而外 展現得意 理人性的傳統之美 也希望每位參賽選手 成為傳播傳統文化的美麗大使 選美大賽的總決賽 9月30號 將以收票的形式 對公眾開放 在紐約州立大學帕切斯 表演藝術中心 現場觀眾可以近距離 一睹這些傑出女性的風采 新唐人記者雨婷 上鏡 紐約採訪報導 江蘇省南通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局長 徐州市全山區原政法委書記高山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日前被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高山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中共官媒通報沒有說明高山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高山曾任江蘇省徐州市全山區副區長 政法委書記 徐州市科學技術局局長 書記 徐州市發展核改革委員會主任 黨組書記 新宜市委書記 南通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長 書記 另據明慧網報導 高山任職期間 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徐州市全山區法輪功學員 成濟英遭非法綁架 在看守所遭受毆打恐嚇等迫害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高山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趙鳳華 江迪亞綜合報導 因為印度西克教頭領在加拿大被暗殺事件 印度和加拿大兩國外交對峙不斷加劇 週日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戴衛科恩證實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表態是基於五眼聯盟共享的情報 印度政府特工確實可能參與了謀殺加拿大公民 週日 美國大使戴衛科恩對媒體表示 印度西克教頭領尼賈爾在加拿大被謀殺的情報 來自美國 英國 澳洲 新西蘭和加拿大五眼聯盟情報組織 他還說 加拿大和美國就此事進行了很多溝通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上週一表示 有可信的證據將印度政府特工與尼賈爾謀殺案聯繫起來 尼賈爾是印度西克教頭領 分離主義領導人 今年六月 在溫哥華一座西克教寺廟外被槍殺 此前 他一直試圖建立一個名為 哈利斯坦的獨立西克教家園 對加拿大的指控 印度政府堅決否認 事件導致印度和加拿大兩國緊張關係升級 互相驅逐外交官 印度還暫停向加拿大公民發放簽證 週五 美國國務院布林肯敦促印度與加拿大合作 調查尼賈爾謀殺案 有分析認為 也許印度政府早就知道 但不想推進調查 或者暗殺事件另有引擎 這是從第一天開始的主要求 但我以為印度印度也不願意做 是因為它覺得它有什麼東西要避免 或是它不相信加拿大或什麼 我們不知道 迄今為止 美國和加拿大對此事的處理 採取了謹慎態度 專家表示 部分原因是美國及盟國 希望能和印度一起制衡中共在印太地區的武力擴張 新唐人記者余良 宇薇綜合報導 在俄羅斯的斡旋下 阿塞拜疆日前宣布停火 納卡區的亞美尼亞分離派人士已放下武器 人道物資運送和傷患撤離工作也在同時進行 不過 該地區的安全和人權狀況令人擔憂 亞美尼亞總理帕西尼陽週日表示 居住在納卡區的12萬亞美尼亞人因擔心受到迫害 可能會逃離該地區 幾天前 阿塞拜疆未躲回納卡區而展開猛烈攻擊 作為停火協議的一部分 該地區的亞美尼亞分離派人士 同意移交武器 包括800多枚槍支和6輛裝甲車 不過 外界認為 生活在納卡區的亞美尼亞人 可能因為擔心受到鎮壓而選擇投奔亞美尼亞 國際紅十字會 一開始向納卡區 運送面粉 鹽和食用油等援助物資 同時 亞美尼亞呼籲聯合國立即向納卡區部署特派團 以監督該地區的安全和人權狀況 亞美尼亞傳統上受到俄羅斯支持 而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 雙方2020年在納卡區開戰 亞美尼亞戰敗 美國國務院週六發布聲明說 國務卿布林肯已經與亞美尼亞總理帕西尼陽 就阿塞拜疆在納卡區的軍事行動舉行緊急會談 重申美國支持亞美尼亞的主權 獨立和領土完整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 英國對臺貿易特使表示 臺灣佔據世界舞臺更大位置 歡迎回來 正在訪問臺灣的英國對臺貿易特使 福克納勳爵與蔡英文總統會晤 福克納勳爵表示 比起五年或十年前 現在的臺灣在世界舞臺佔據了更大的位置 25日上午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接近英國對臺貿易特使 英國國會上議院副議長福克納勳爵 蔡總統感謝英國政府連續三年公開支持臺灣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並在今年先後發布 整合性評估更新報告和向印太傾斜檢討報告 提及臺灣 這兩份報告都強調了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我相信對於全球的和平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蔡總統也祝賀英國成功在今年7月簽署協議加入CPTPP 期盼英國支持臺灣加入 福克納勳爵表示 臺英雙邊貿易不受疫情影響 依然穩健成長 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86億英鎊 福克納勳爵也以英國議員的身份表示 在蔡總統任職期間 臺灣在英國國會的聲譽越來越好 比起五年或十年前 現在的臺灣在世界佔據了更大的地位 新唐人仰臺電視章可欣張淺麟綜合報導 《演員夢》蘇黎世首映 議會主席表示 傳遞的價值觀很重要 由新世界影視製作的電影《演員夢》 週六在瑞士蘇黎世首映 當地政要和觀眾稱讚影片傳遞的美好信息感動人心 有觀眾表示 希望也能得到《轉法輪》這本書 自去年九月全球首映以來 《演員夢》已在各大電影節 榮獲28個國際獎項 影片主人公是中國大陸的一名演員 在《經歷影視圈》的名利臣服和人生低谷後 他因一本神奇的書領略了人生真諦 最終秉持著真善忍的理念 他原諒了傷害過自己的人 重獲新生 是一場很影響的一名影音 和大家想向最有關的影響 是絕對的劃報 是也是觸透的劃報 是這份劃的一位我未比對的劃領 自然說的情報 不貽商努也只要是核子 她是不貴重的劃 不貽商的慶� 不貴重的喜悅 也有個缺少的信心 此意味道 野情感動的敬謝 有極為敬諸感動 我非常很親善 我真的要強火 我意味道奮,亦奮祕 影片展现的传统价值观 善的力量和博大的胸怀 令演员和观众深受启发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公或者是挫折 但是很多时候在现实当中的时候 你会说过去就过去吧 这句语言里面你会有无奈 会有对这个世界的无可奈何 但是当女主角去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的那种坦然释怀 真的是给对方的那种善 那一刻你觉得说 你从内心里的心里面那种善念和那种美好的感受也会被刺激 其实可以跟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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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演员梦还将在奥地利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陆续上映 新唐人电视台 德国记者站 瑞士苏利士报导 新年华人贺中秋正要主流同欢 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日前在悉尼举办中秋晚宴 有来自澳大利亚联邦 州及地方政府的政要及社会主流人士出席 嘉宾们向华人社区及法轮功团体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 在中秋交节来临之际 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与新世纪影视 在悉尼华人区Chesswood 举办的一场中秋晚宴 有三百多位宾客出席 多位嘉宾急证要借此向华人社区及法轮功团体表达恭贺与祝福 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棒的节目 有一个很棒的群人 祝福一个很重要的文章 祝福福一个很大 宣传的节目 许福有 types a big Happy Moon Festival to everybody watching and listening it's a great joy to be among your celebration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me it's a great honour and pleasure the Falun Dafa that and the Falun Gong that are here in Australia you're very welcome and we hope that we can get more of you in the future we've got more than 300 people in this room lots of fun lots of food and you know warmth and love 中秋佳节之际 嘉宾们向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大师送上节日的问候 有嘉宾表示 坚持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代表了中国人的真正风貌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看待 因为我认为是中国人的真正面子 在这三个原则 真正的真善忍 真正的真正风貌 在此我也希望代表 悉尼和澳洲的法轮功学员 向李洪志师父最崇高的敬意 非常感谢他给法轮功学员 和全世界的人 带来了法轮大法 带来了真善忍这个普世的价值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让我们成为道德更高尚的人 活动现场 来自明慧学校的学生 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还有法轮功学员 为宾客带来京剧片段 乐器演奏 歌曲合唱等精彩表演 新唐人电视台 澳大利亚悉尼记者站采访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3年9月25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1941万2830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48,839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